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诗文在2比3落后的情况下连把两局 最终以4比3战胜丁宁夺得冠军 中国乒乓球队在今年的澳大利亚公开赛中 包揽了男单和女单两块金牌 男单方面 国拼小将刘丁硕 则是首次参加国际拼联白金赛事单打金牌的争夺 从此隔赛打起的刘丁硕取得六连胜的战绩 击败了日本的水骨笋 对有日子洋 日本的大道悠哉等级大高手 可以说是本次公开赛国拼的超级黑马 决赛中 面对自己的师兄 经验更为老道的许新 他最终没能赢下自己的首个单打冠军 许新则是在比赛中摆脱了进来公开赛低迷的状态 一举夺冠 许新在之前的中国和韩国两项公开赛 应输给韩国队员而早早出局 这次公开赛状态明显回升 进入决赛也属正常 许新在半决赛淘汰了日本小将张本志和与队友刘丁硕会失决赛 在半决赛中 比赛主动拳一直都牢牢掌握在许新手中 他通过前三板的控制和正手拉球的弧线 限制张本志和的上手 这一打法效果非常明显 这也让张本志和很难找到对付许新的方法 连续挤战的比赛 张本志和与队友赞胜中国选手的表现 展现出了极大的潜力 一 先行的技术也被他运用在比赛中 在输给许新之后 日本乒乓球队总监宫崎宇人却乐观地表示 从现在到未来的一段时间 张本志和一定会输不少次 到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金牌将属于他 这才是最重要的 宫崎宇人回忆 在日本公开赛期间 他曾特别关注张本志和与马龙的比赛 他的目的是观察张本志和与马龙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却从未想过他能击败马龙 不过 宫崎宇人表示 我们知道输给张本志和的那些运动员 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他们肯定会想到很多限制他的方法 一些手段其实日本教练团队也是可以预测到的 因此在短期内 张本志和在国际比赛中一定会输球 但有数有因是正常的 他就是要从对抗中不断提升 激发潜力 寻找制胜方法 并把绝招留到东京奥运 实际上 日本拼协已经确定东京奥运竞争办法 即2020年1月的世界排名将直接决定奥运会的打资格 前两名球员将自动入选 因此日本队内都在拼积分 导致相互间的竞争极为激烈 张本志和也需要和队友直接竞争 因此也不希望自己被队友熟悉 宫崎依然对此表示 这种想法可以理解 但要实现东京奥运称拔的目标 尤其面对难以撼动的中国队 必须借助整个日本男队的力量 团队成员间必须要有经验分享 先互提高